我当主持人这么多年 也会遇到一些很藏心的事情 有的时候确实也露不住火 这很正常 你觉得我这种反应很正常吗 正常 对不起 你还是要给我一点时间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回去面对那个现场 不想面对的话就不要面对 可是节目碌碌一般 我还把当主持人给热毛了 你反应这么过激 一定是事处有因 如果你不想说 我也不会问你 你的心理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但是录制现场的问题 我一定可以解决 所以你要不舒服的话 就回家休息休息 这里有我 你放心 你确定你能解决好吗 这么久了你还不相信我 这么久了你还不相信我 谢谢你 放心吧 那我先回去了 嗯 头儿 廖律师呢 她身体有些不舒服 我让她先回去了 节目录一半你让廖律师走了 什么情况 该她解释的法律内容她已经解释完了 后面我们就按部就班了 头儿 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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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家雷佳现在发飙了 人家当面说要让廖律师说个明白 咱就算继续录节目 他们肯定不配合呀 你现在是不相信你领导的业务能力呗 嗯 继续录制 多余的别想 走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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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